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兆华提醒大家 从这个礼拜开始 每周的2跟5 因为有台彩加码的关系 电视版会暂停播出 但是网路版是依旧照常上片 所以大家赶快把理财达人秀的频道 订阅订阅订阅 按起来 才不会错过每一集的播出 今天的台股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戏剧性 往下杀的变化呢 可能是因为今天有一位 两礼拜没有来的来宾出现了 那当然上礼拜我们有探讨到 NVIDIA黄仁薛卖股票 还有他们的第二大股东 也在卖股票 我们的解读是 股价的短期波动 不要太在意 因为AI是长线的需求 可是今天台湾的AI股 好像反应的非常剧烈哦 例如说像一线股的技嘉 哇中场几乎是跌停作收 广达伟创这些盘中都跌了七八趴 为什么反应这么大 难道再反应上礼拜 NVIDIA这些股东卖股吗 恐怕里面还有更大的问题 就是联准会的升息哦 本来以为下半年靠近年底了 不太可能要再升息了 可是华尔街现在却预估 11月联准会极度有可能升息 几率高达五成哦 好五成我们到底要多害怕 如果只剩一码 为什么市场现在有点愁云产物呢 今天来好好的解读一下哦 好第一位来宾 就是刚刚赵华提到的股市施工 有年老师去休假两礼拜回来 今天要来跟大家交代一下 怎么一回来台股就跌了一百多点 而且AI成为了重灾区 到底是为了是联准会升息的原因 还是黄人薰卖股的原因 今天会做一些解读哦 因为毕竟如果11月还要升息 通红还是没有办法打到 联准会预期的目标 这对第四季哦 我们本来预期要干嘛 景气应该要复苏了嘛 恐怕要投下变数 到底应该多留意 尤其是今天台股 一个灌破半年限又跌掉了哦 施工提醒 也许我们先不要想到年限这么悲观 因为还有一条两年限哦 卡在那边可能会成为支撑 如果成为支撑 从8月营收看 事实上有一些产业 例如军工生计 都缴出不错的成绩单哦 是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的 好第二位来宾 是我们的总务股长 阿格力 这个礼拜有非常多的高兴 ETF哦 准备要做除息了 好 大家就会想 有的10% 有的12% 实力率听起来都非常的高哦 但是也担心 我拿到股息 会不会赔了价差 或者是今年我拿得到 明年还拿得到吗 到底该怎么样做选择哦 今天阿格力哦 因为他即将要开高股息的课啦 所以他研究的非常深入 他会告诉你 如果您手上有高息ETF 他觉得最重要的是 能不能填息 能不能填息 该怎么判断 等一下来教大家哦 好 好 首先有请我们的永年老师 是 哇 休个假回来神清气爽的 但台股绿油油的呢 对 我到今天才知道 原来我是黑天鹅 好 黑天鹅飞回来了 今天AI股真的是超级绿的 而且呢 因为之前 沙滴可能还会再上来 沙滴再上来 但是你会发现 有些走势都不漂亮了 没错 季线破了 然后一直往下探底 到底是不是该换股 还是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呢 好 八月营收出来 军工跟生技 其实很多人 讲说好成绩单 对 好 对 这样比较抗正一点 我们现在 因为今天呢 我们在蕊的时候呢 在蕊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人员就问我说 那为什么要选军工跟生技呢 对 我说因为安全 我们现在 现在不要要求 什么赚很多钱 我们先求安全再说 为什么要先求安全呢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什么图 这个是整个大盘 我们讲到整个大盘 就是今天大盘 为什么会跌 家权指数 为什么会跌破了半年线呢 其实有些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呢 因为11月的时候 美国到底会不会升息 那现在呢 我觉得现在市场上 一般的看法 就Failwatch看 大概这个 11月升息的几率 是49%左右 过到50% 可是呢 我看的这个数字 刚好相反 大概是94% 不是 你不要随便乱窜 给人家Failwatch 好不好 好不好 但是你的意思就是 你觉得11月看来 是铁升息就对了 升息的机会非常的高 为什么非常高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呢 因为呢 从7月份开始 它这个美国的CPI的 他们这个年增率呢 它是递增的 它是开始止跌 开始反弹了 尤其是去年10月的时候呢 他们CPI是这个 跳水式的往下掉 所以呢 激期是从第四季开始 会跳水式的 这个激期会跳水式的 往下递延 所以呢 这个相对来讲 今年的第四季的 这个CPI的 这个年增率 就会非常的高 我们甚至于不排除呢 它有可能会重返到 5%左右 不排除的可能性 因为呢 马上就要公布 8月份的这个CPI了 那目前看起来呢 在市场上的预估 大概是3.6%左右 如果按照这个幅度的话 那第四季 有可能会重返5% 那如果说 重返5%的话 那当然除了这个激期低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油价 大家看一下 这是布兰特原油的 期货价格 是 这边一个底部呢 几乎就已经成型了 几乎已经成型了 它现在已经上了90块了 是 这个布兰特原油 已经到90块钱一桶了 90美元一桶了 那么现在外资的看法是说 有机会到年底的时候 有机会看到100美元 那为什么会看到100美元呢 因为沙尔地阿拉伯 跟俄罗斯 他们都决定减产到年底 而且第四季通常是 取暖用油的这个旺季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油价上涨 到了这个100美元 大概是有机会来的 那油价上涨 再加上这个机席低 那所以 升息的机会 就会比较大一些 比较高一些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高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呢 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 美国15万汽车工人罢工 近在眼前 罢他的公关 干我们什么事啊 对不对 OK 好 其实呢都有关系的 因为呢 工会现在要求呢 未来四年 你要给我加薪 40% 你是资方的话 你是老板的话 你会怎么想 好四年嘛 都给你就好了 前几年都加1% 最后一年再看看 最好是这样 OK 那可是车厂呢 只愿意付9%到14% 这是一定的啦 对 这个工会 跟这个资方的谈判 永远是这个样子 然后会不会成功呢 几乎都不太会成功 通常都会罢工 所以他这次一罢工 要罢工多少天 45天 我们现在假设 他没有达成协议 这个45天罢工了 会造成什么影响 会造成对美国的GDP 会造成400亿的损失 400亿美元的损失的影响 那么如果达成协议的话 那会怎么样 大家有样学样 今天汽车工会 要钱成功了 那么其他的工会 也会跟着有样学样 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 对于他们的 美国的通膨的刺激 那会产生相当大的刺激作用 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好 那么我们再看看我们这里 我们的加权指数 这是周线图 因为为什么要看周线图呢 因为今天跌破了半年线 半年线就26周均线 跌破了 那跌破之后 大家其实按照 这个K线理论来讲的话 移动均线理论来讲的话 半年线的支撑 其实并不强 真正强劲的支撑 一个是年线 那可是这一次在中间 这条灰色的线 叫做两年线 其实这两条线 才是真正的支撑 两年线也算支撑 那我们不能忘记它 不能忘记它 千万不能忘记 两年线目前的位置 大概是在16,050点这个附近 大概在这个附近 所以简单的讲 就是16,000点到16,100点之间 应该也会有个支撑 而且是整数关卡 支撑才对 对 这边应该会有个支撑 那我们就看一下 到时候的整个情况的演变 那事实上 会不会跌破两年线 迈向这个下探这个年线 那还要看这个AI 其实还是要看AI的脸色 AI脸色今天就不好 清损损 今天脸色真的是清损损 真的是不好看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AI的 大家现在今天就想说 为什么会跌呢 他们的八月营收不好吗 其实还好 有些还不错 你看银帮它创历史新高 技嘉 你看 对不对 广达虽然是年减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这一些大部分都是属于 伺服器的概念股 那伺服器呢 真正的出货的旺季 就是AI伺服器出货的旺季 是在第四季 尤其是这个最高点 是在11月 所以你拿现在的 他们还没有正式出货的 量产出货的这个 营收数字来看的话 其实是不准确的 所以在今天在这边杀呢 我觉得应该不是 因为八月营收的关系 也不是呢 大股东卖股票的关系 应该是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 因为呢 现在是牵涉到了高股息的ETF 是 因为高股息ETF 我们都知道嘛 对不对 那大部分都是 就是AI概念股在里面 不是因为他们本来是 高股息概念股 对 没错 没有错啊 当初选他们进来 是没有错的 是完全正确的 符合被动选股 可是问题在哪里 AI呢 六月份以来 光是六月份以来 它平均涨幅大概是100% 是 就涨了一倍 那涨了一倍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一下 广达呢 现在外资预估 它的今年的EPS 是7.58元 伪创是3.79 技嘉 这些都大家可以看 注意看 这个外资给的预估的EPS 那我们按照过去这两年呢 他们的配息的比例 就是配息率来算的话 预估呢 明年的配息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按照今天的收盘价来算 它的预估的殖利率是多少 2.6 2.4 2.2 光宝科还算是比较高的 还有4.2 所以呢 那你看一下 这么低的这个殖利率 它有可能会被选进 下一次的这个换股的时候 它会不会留在 这个高股息的ETF里面 就很有可能会被换掉 有可能会被踢除掉 那我们现在假设 它的股价呢 这些AI概念股 它的股价不跌的话 那到时候呢 因为殖利率会变得这么低 有可能会被 这些高股息ETF踢出来 那踢出来的话 法人还有投信 他们都要卖这些股票 尤其是发行这ETF的 这些的投信 它一定要卖这个股票 所以呢 就会 法人大户 就会开始卖 今天的有一点 我觉得有一点这个味道 那另外呢 股价跌的话 它的殖利率呢 就会又再度升上来 对不对 那可是呢 它还是要股价跌 所以呢 我们简单的讲 AI概念股 它的股价 好像是一定会跌 只是呢 是先跌还是后跌 是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是呢 这个AI概念股 在今天呢 这个杀的比较厉害的原因在这里 等于到年底前 因为蛮多ETF要换股 是 所以这边我觉得还是分短期跟长期的问题 没有错 短期上有一些换股的压力 是 长期如果他们明年的EPS继续往上成长 自然会有一些主动型的基金啦 或者其他选股条件的ETF啦 是 再把他们捞回去 又把它捞回来 对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是 好 那么我们就看两档股票 我们从技术面来看两档股票 但是今天这个长黑真的很丑 你知道吗 这边是季线 是 它跌到在季线这边撑了三天 撑了四天 看起来没有问题了 结果今天一根长黑变成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 麦当劳 一个麦当劳出来 龙虾汉毛三百多块 然后呢你可以看外资 投信 现在投信也开始翻多为空了 然后伪创 伪创是大家的争议性比较高一档股票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 传统破一百块内 传统有看到九十九 这是什么 推办团 这个收敛 对 这个收敛三角形 就跌破了 而且呢 它跌破了月线跟季线之后 尝试反弹 没有办法收复 就再跌下来 所以呢 在技术面上来讲 今天这根长黑 对这个AI概念股是比较不利的 那如果第四季是传统伺服器 会出货的旺季 搞不好 如果他们伺服器比重会比较高的 是 会不会第四季业绩有机会再更好 有 有机会 但是伺服器有机会更好 所以呢 我们这样子讲 以短期来看 我所谓的短期就是到今年年底 之前的话 那这一些的所谓的AI概念股 他们的股价可能要稍微整理一下 可是呢 我对AI这个产业还是看好的 所以呢 接下来的三四年的时间 他们还是有机会再涨 所以就像刚刚赵华讲的 不管是主动型的 或是被动型的ETF 到时候又有可能 又把他们找回来 所以这些股票呢 我觉得短线上做个高速低进的价差的操作 应该是可以的 是 OK好 再过来呢 就是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那现在AI概念股不能相信它了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要选什么股票呢 好 8月份营收创售新高的股票 而且是军工跟生计的 上半年也算是要嚼了 对 没错 那么我再次跟大家声明 我们选这两个产业 是因为他们比较安全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呢 因为他们比较不会受到通膨 经济景气的影响 比较不会受到 所以呢 我们选这些股票呢 给大家做个参考 那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8月份营收有创新高的股票 军工航太里面 包括了这一些 像这冒讯啊 金刚啊 还有风达科 JPP 生计股里面呢 有科研跟森达 他们是有创新高 可是呢 你可以看 他们今天的股价呢 其实撑直不齐 对啊 落差好大 创新高有人跌5% 有人涨停半 对没有错 所以呢 我们要选什么样的股票 我们要选呢 第一个 他已经盘整了一段时间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呢 他的这个今天 这个8月份的表现呢 其实你看 年月双征的股票 其实还是 还是非常多的 挺多的 还是非常多的 那这个 这个属于 这一个部分属于无人机的 那他比较 这个8月份的时候 比较弱一些 本来下面不好 上面都年月双征 对年月双征都不错 那么 升级制药的 大家可以看国光森 或是台药 药华药 宝瑞 那么他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新药的部分 一个是疫苗的部分 那另外呢 就是制药 台药跟这个宝瑞 是属于制药类的 那我们比较是认为说 制药类的比较稳一点 我们先看汉翔 大家看一下 他从呢 4月就开始 一直盘一直盘 区间震荡 所以呢 简单的讲 他涨 你要他飙涨 恐怕也不容易 可是呢 简单的讲 要他要大跌 大概也不太容易 因为业绩真的在成长 对 一直在成长 而且呢 他是这个F16 亚洲唯一制造商的 授权的后勤维修中心 那当然他另外 还有一些的利多 像是他们这个引擎 G1的这个引擎 他这个Lift的引擎 他是有这个 在欧美以外 唯一一家 取得这个引擎制造权的厂商 那7月份以来的 三大法人是合计买到6000张 所以呢 其实法人还是相当看好 这些的军工股的 尤其是汉翔 那汉翔呢 有一个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 大家都看无人机 对不对 看什么雷虎 看什么 其实真正能够量产的 只有汉翔 你讲过 对 你肯定 对 你对他很肯定 对没有错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另外呢 风达科 后建 风达科呢 你可以看 他也是一样 哇 盘了很久 虽然呢 在之前 有个头部的压力 对啊 这边的话 看起来有个大量 套到压力区 可是呢 因为他8月份的营收 年增率304 创历史的新高 而且他之前有缺料的问题 现在已经缓解了 所以在手的订单 已经排到明年了 所以这档股票 我们这样讲 基本面很安全 那技术面上来讲的话 也算是一个安全的股票 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之前有问过吗 要选搭飞机的 还是修飞机的 好像修飞机的钱 可以赚比较稳定 对 比较安全 因为呢 现在油价在涨 其实搭飞机的就 成本有点增加 对 好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这下一个呢 就是生计股 还是一样 我们看4746的台药 好 要念清楚来 对对对 叫台药的好多家 它是光字旁的台药 不是火字旁的 代号是4746 好 那么为什么介绍这一支股票 也是一样 大家看一下 它的股价呢 自从之前呢 有创了121块钱的高点之后 它现在是拉回来整理 它的位阶呢 其实是相对比较低的 那可是呢 它当初为什么会拉回来 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呢 因为当初大家还记得 常温超导体 记得啊 常温超导体呢 它里面有个元素是什么呢 叫做呢 磷酸炎 那结果呢 那大家想说 这个常温超导体 是失败的作品 大家想说 那他们没有了 他们也送到 什么啊 这个张飞打月飞 你知道吗 整个一团乱 它的磷酸炎是人体用的 它那个不一样 不一样的磷酸炎 OK好 所以有点误会了 那可是呢 它打回来之后呢 它现在呢 一个底部的形态 几乎已经要成型了 那我们可以注意到 它有一些的利多 第一个呢 8月份营收年增率43% 大概是4亿多 是有史以来的第三高 那它的这个 刚才我们讲的磷酸炎呢 它这个单向的营收呢 因为它这新的产线开始量产 它单向的营收 年成长率大概25%到30% 另外呢 它投资呢 新它的子公司 台药台新药 它这个有个眼药呢 它现在呢 在2024年 明年的第一季 3月4号 在美国那边 应该有机会取得药证 那它已经把美国的销售权呢 这个卖给一家美国的这个药商 那它拿到多少钱的授权金呢 8600万美元 不少啊 对 那台药呢 它可以分到多少 任列多少钱的业外收益 47% 大概是一个股本 那当然不是一次就拿到 它就分好几季 那所以呢 那本业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业外的收入 也表现得不错 所以这支股票呢 我觉得算是安全的股票 有一直强调 对不对 生计军工算是安全 是的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很担心 波动危机 就是降低整体资金水位 也许也是一个方法 没有错 是的 这边非常谢谢永年老师 好所以施工特别提醒大家 上个礼拜 NVIDIA的股东卖股 它真的不见得是 今天AI股倒一片的原因 可是在总金面上面 我们有一些需要留意的 就是美国还是有可能 11月会继续升息 而且第四季 又是传统的油价旺季 假如今年不像去年一样 是暖冬而是寒冬的话 油价有可能进步往上走 这个通膨就压不下来 这些都成为一个 经济上面的隐忧 还是要请大家格外留意 要提高一下您的戒心 但是还是有一些 相对安全的标的 藏在军工跟生计里面 今天也分析了 给您做参考 好广告回来 来聊一下我们的股息吧 因为9月底2700亿的股息 贿赂各位的户头了 我们都会建议 股息你就拿出来再投资 但是很多人 根本就忘记自己有灵 错失了投资机会 如果这样 我们来投资高息ETF 那哪一个因子 会是总务股长 阿格力觉得最重要的呢 好今年投资高息型的股票 或ETF想必是很开心的事情 因为往往有息差双转的现象发生了 不过呢 现在股息慢慢的会到个人的户头了 会提醒您 假设您今年买的股票 它配息 事实上你可以考虑再投入 但很多人会忘记做这件事情 今天总务股长阿格力 先帮你扫描一下 他手上有哪些个股 配息他会考虑再投入 但如果您觉得个股太麻烦 就让ETF来帮帮您吧 好总务股长越来越瘦了 最近还好有点停止 跟我们的大盘差不多 跟大盘卡住一样 但是呢该拿到的股息 还是有拿到 钱有赚进来最重要 零股息我们都建议 最好能够再投入 创造复利的效果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判断 这档个股我要再投入吗 还是我们要投入那一档 这个就要由你来帮我们说分明 对那其实零股息在投 这个概念大家都知道 毕竟复利你就是要滚雪球 除了时间以外 就是你投入的这个本 要增加这样子才会快 但是呢说起来简单 但做起来很难 一来是大家可能忘了 因为除息之后 通常过一个月你才拿到钱 一个月后你也找 就忘了你有这笔钱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说 高填息 这个是我蛮注重的一个因子 那如果是一档能够高填息的股票 或者是说他的成分股很多都是属于这种高填息的高息TF呢 我觉得是不错的 因为能填息就是代表说市场上是认同这家公司 不管是他的本身还是他的产业 那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是通常成长性都不差 如果你没有成长性的公司 通常是不太会填息 那我们今天就帮大家来扫描 我觉得9月底 那10月初台股说不定会有一丝的希望 你说最近的盘 比较闷 其实也不是大家不玩 就没钱到底要怎么玩 钱都卡住了 钱都卡在AI股里面 那台股呢 在这个月会有总计2700亿的活水 我觉得这样散户大家手上又有钱了 又可以再进这个股市里面再好好的选股 那9月底预计就有台积电 你看这是非常大支的公司 那像统一这个股本也很大 照封信更不用讲了 那总计会有222加 配发我们刚刚讲的2700亿的这个股息 所以我觉得说再投入是一个蛮好的决策 因为其实你过度的选择说 现在盘不好 到底该不该投 但其实根据过去的回测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钱丢的随着时间的演进 只要你投资的公司是不错的 通常报酬率不会太差 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是有进步 我们看财政部110年度的资料 他说现在有54%的人 就股力所得创新高 而且存股的人数有649万 台湾也才2300万人左右 股力所得创新高 我觉得这很有趣 这个大家都已经流行 可能是用ETF0 可能是用个股 而且最重要是25到34岁这个区间 我还在这个区间 快要不是了 不要炫耀 新增21.6万 所以现在大家想说房价高 通膨高 大家都懂得投资 那这样很好 等于每个月变相可以加薪5000 因为他们的平均年龄是6万的股息 你说这些人平均年龄6万 对 不少 其实是不少 所以大家现在越来越有概念 今天再帮大家进一步 如果你要领到股息 再投入的话 有三点 第一 这个获利会不会持续好的工资 因为很多紧细循环股 你今年股息好 明年可能就没有 那第二呢 如果能连续填息的肌肉股是最好的 因为刚开始进场 你也不知道说股票怎么选 产业怎么分 最简单的一个指标 就是看他这十年 有没有一个八九年都有在填 那如果有这个过去的佳计的话 至少是不会到太差 第三 这个可能相对简单一点 就是说产业的趋势前景好 像大家讲AI 他确实是有他的产业前景在 现在人越来越来 如果能靠这个生成是AI 帮我们处理很多事情 所以我觉得产业趋势 也是很重要一块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有在观察的极兰公司 那产业我特别让这六家就比较不一样 像普风肉品的 那广达电脑的 以及周边 那永丰金是银行跟证券 中非这个是软体服务 心象是手游 红全是饮料 你看六档都不太一样 各行各业 那我们看一下 先看一下过往的填息的历史 因为我今天一直跟大家强调填息 我们看一下 普风过去十年的填息率是100% 那广达是90% 永丰金也是连六年有填泉息 那中非连九年填泉息 那星象跟这个宏玄分别有 十年有90%跟100%的这个填息率 那我们再看今年这些公司的表现 我们先不要看永丰金 因为大家知道说金控股 毕竟有它升息的冲击的影响 我还以为说先不要看广达都涨两倍了 先不要看永丰金 我们是举例啦 你看六档公司 那你如果只靠填息的几率去判断的话 选出来股票会涨怎么样 各行各业嘛 这样就没有毒后了 普风今年也涨22% 那广达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不用赘述了 那中非你看 中非今年好强 151% 那星象呢 这个大家觉得说 都知道明星三缺一 但是对他没什么兴趣 可是人家今年还是摸摸涨了40% 红泉这个饮料 包采的也有22% 那大家知道0050今年啊 就算含息之后 报酬率也不到20% 所以显见这个填息因子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教大家这样概念 那刚刚表格里的 有哪一些值得你再继续的关注 那我先讲 我今天讲的这两档 就是大家比较少听我讲的 因为很多档我都讲过 我们就是让大家 过去自己去复习 我们讲一些新的 可是当很多人讲过 你一定要讲到跟人家不一样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最近的广达在跌 所以大家对AI会比较避而远之 我反而站在相反的立场 你要跟永年老师相反就对了 没有 应该是说 短期的看法是一样的 长期的看法 也没有不同 因为他说 这个今年可能会长太多 所以会秀证 但是长期呢 其实产业还是看好 只是说我们两个的差异是说 永年老师是比较波段操作的思维 我们今天讲的是比较存股的概念 来去看待 那为什么讲广达呢 最近刚好在修正 大家避而远之 我觉得说越修正越好 因为存股你要有逆向的思维 当然不是说你现在就买 而是说当他跌到 大家都真的都不理他 AI没好 这个时候就是很好 上半年我们看一下 EPS4.3 年增55% 所以人家在这个AI股里面 确实是真的有业绩的 那我觉得最重要是第二季 2.63 年增155% 好那我们就要拆解 你如果是这个业外的收益 那这个就不值得信 好那要怎么看 是不是本业赚的 我们就看这个营业利率 蓝色这条跟黄色的毛利率 到底有没有提升 照好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 很少电子公司 目前的毛利率 是高于在疫情期间 这一段毛利率 对啊 就代表说他产品组合 是真的有改变 对因为疫情期间 这边囤货囤到 大家毛利率都暴增 对对对没错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关键的指标 大家在跌不关注他的时候 你反而应该要去看 人家的毛利率居然创了 这么多年以来的新高 过去毛利率只有4% 2018年的时候 现在是已经超过8% 等于说营收同样的情况之下 我的毛利可以是过去了一倍 所以这是我觉得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广达的一个原因 当然跌越多越有价值 那另外呢 我觉得金控股 大家也可以开始留意 因为上半年的这个财报公布之后 我有发现 他们的其他权益 就是过去在节目上有教大家 他如果这个投资上有亏钱 其他权益就是付的 现在大家的其他权益都纷纷开始 往正的方向去走 那我们来看一下永丰金 永丰金今年上半年的成绩 我们来检视一下 其实他在银行端 YOY的净利也是有10% 那证券有94% 因为去年毕竟是比较惨 所以他总计金控的税后净利 是有年增22% 那其实去年的永丰金就已经算在进控股里面 蛮好的 因为他比较没有防疫型那些 今年配了0.6的现金跟0.2的股票 配息跟配股也都是在进控里面算蛮稳定的 那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 其实永丰金在数位银行跟他的这个付委托都非常的票悍 所以我们看到你看2019年到现在 这个月营收啊 这个成长趋势其实是还蛮惊人 过去啊 我们看到19年 其实大部分是赚30亿以下 现在的月营收基本上都是在40亿以上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忽略 那前8月的EPS最新的已经出来 1.17 那去年一整年只赚1.4 所以今年很有机会去超越去年 那股利呢我相信明年保持合计0.8 甚至更高的机会这样就很大 好所以这两档 永丰金你偶尔会提啦 因为他美股付委托做很大嘛 对不对 好这两档你觉得是可以长期来考量 股利领到再投入的 对没有错 好那接下来呢是给另外一种观众朋友 你说那么多 又粉串粉串看不看 那就是ETF嘛 我们刚刚讲到ETF其实蛮多 都是在这个 这个月即将要除息 对啊很多耶 那到底这么多 琳琅满目 该怎么选 我们就延续我们今天讲的田息 我就发现有一档ETF 他也有田息这个因子 直接就取名叫高田息 对他名字就很清楚 大华优利高田息 30 顾名思义就是30档成分股 代号00918 那他的选股逻辑呢 跟大家大概讲一下 上市贵市值前150大 大公司 所以呢其实他的选股词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公司不太可能太差了 就算是景气循环股 他也是有底气的景气循环股 不然你的市值不会前一百五十大 那选股逻辑呢 分别是流通性 这个是一定要的 不然你自己买到涨停板 这样还得了 那第二呢是筛选 获利持续好的 这个是我刚刚一开始有讲 获利要有持续哦 他的选股条件是 近世纪的营业利益 总和必须致正数 就是赚钱 所以你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降低 我说降低不是一定没有 降低选到景气循环股的基础 因为有些景气循环股 你可能看去年下半年赚钱 今年上半年两季爆掉 那如果亏钱了 就不会进入到里面 那接着呢 他会按照股利率排前33% 所以财报流通性都不错之后 看一下过去历史的记录 谁过去最会填 我就选谁 他的15次 因为现在已经有那种计配息 对 只要用次数哦 不是15年 是15次 是15次大家看好 不过也可以看出就是 就算是计配息 如果你能填代表说你的品质还是不错 比方说你是景气循环股 大家觉得说你之后不太行了 那也会降低大家去参与这个他填息的行情 那他的权重呢 最后就有一个股息的加成 什么加成 就是说股利率跟自由流通率 他有一个比例 不是说你股利越高越好 还是要看这个流通性 也要去看 那最重要我觉得是说 个股的权重上限是8% 这很重要 不要造成说 某一档个股什么20% 30% 这样就失去ETF的意义 好那我们最后就帮大家 来跟其他的一些ETF来做一个比较 因为9月即将有00918 00915 00919跟00713 这么多的高股息 ETF都要去出息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看一些客观的数字 第一我查了一下最近的规模 9月以来 00918成长391% 这样刚好 成长那么多 太夸张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讲 你也是要预防所谓的股利 万一被稀释 对啊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年的报酬率 他会391% 其实有他的道理 因为今年涨幅37.2 跟这个00915 两个都是差不多的 你看如果涨幅高了 投资人当然 想要加入的这个几率就很高了 那上次的填息状况 我也列给大家看 因为现在都继配息 高填息似乎没有骗人 10天就填完了 其他的动辄17天 甚至20天 那刺激配息 会在36912去除息 那最新的配息 也是最高0.75元 如果以单次的配息率来算 3.5%也是里面最高的 所以我们仔细的再来看一下 到底配这么多 还有没有机会维持 对 这个是我觉得是 今年到现在很夯的话题 没有错啊 你单次配很多啊 那接下来呢 很多都说什么年化配息率 大家也要看一下这个中文的博大青山 我跟你说年化 不是说保证接下来一年啊 所以他现在诉求 如果配息率这么高 能不能维持这要来解答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今年以来的走势啊 其实大家都知道高股息 因为里面有很多电脑周边嘛 AI涨饭天 自然他的绩效就不错 不过最近确实是有一点休息啊 跟我们台股一样 七八月后 其实是比较闷一点 可是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闷一点 反而是好了 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你反而不太敢去存 有点修正下来的时候 反而我觉得是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讲到这个 人数突然多很多这个问题 这个刚好918 在9月的时候 有收益凭准金的制度 这还蛮重要 收益凭准金先跟大家讲一下 它并不是说拿你的本金来配 而是说来保护既有的投资人 不然赵华 这个假设明天要除息 你就身着这种很聪明的女孩 就今天买 那我就一年前就买 领到一样了 你新加入又把我稀释 这样对吗 所以收益凭准金是保护 原本就有投资的人 他的股力不要被稀释 然后正确的观念是这样 好那我们接下来先来 来看一下这个 他的成分股的换股 我相信赵华会问我说 这个AI去这么多 里面还有AI怎么办 你看重灾区 重灾区 都今天的重灾区 对不对 今天的重灾区 微星等等 这阵子也跌很多 好我们先跟大家讲 左边是6月30号 他决定要换股前的前十大成分股 右边的是最新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伪创 伪创 伪创已经从第一掉到第三了 所以这个就是高股息ETF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他也会有自我调节的作用在 包含的微星 他也从前十大成分股里面消失了 消失了 那前十大里面还没有列了 还有技嘉 技嘉今天也跌很惨 那技嘉呢 其实在之前前一波已经都被初心完了 所以他现在没有持有技嘉 那他现在还留有广达 那我觉得这个是对的逻辑 怎么讲 毕竟你如果去看广达跟伪创 为什么他们两个还留在里面 人家这两档EPS是上半年 至少都还有在成长 很多其他的像是技嘉 微星其实是衰退的 那新加入了就是鸿海 永丰星跟微影 微影当然今年以来 一到八月也涨很多了 可是我们仔细去看 鸿海跟永丰金 其实没什么动 所以我觉得高股型 你不能因为AI涨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万一跌怎么办 其实这个本来就是 会有他换股机制去做调节 比方说他现在又选入永丰金了 进控股 那大家可能讲说 进控股不是不太好 可是当AI股暴涨前 大家在年初的时候 如果看他成分股也觉得说 你怎么都选这些 这个股格很稳定的啦 包括EPS在衰退的公司 对啊 NB相关啊 对 所以我觉得高股息 大家就只需要去 看这个逻辑你认不认同就好了 好那接下来就是跟大家讲 最近因为配息太好关系 爆料 但是没关系 股力不会被稀释 因为刚刚讲 有这个受益平准金的制度 就是为了预防这种情况发生 以前台股就有发生过 高股息的ETF 结果大家都去买 他没有受益平准金制度 就股力被稀释到 只剩非常非常少 还有留意溢价的问题 对不对 现在这个高庭息 其实他们也有注意到 溢价的状况 有在成交量上面 做一些调整 对那我还有帮 另外帮大家来 看官网的一个资料 就是说 刚刚讲到一个问题 这次配0.75 对 你会不会下次只配0 或0.1 对啊 会不会很不稳定 对所以呢 我就去官网看了 他除了有收益平准金以外 他的禁止的组成 可分配投资收益 有1.18 资本利的有4.76 什么叫可分配投资收益 这个就是他的股力所得的部分 成分股的股力所得 那资本利的 就是包含了未实现跟已实现 在他禁止的里面 好那接下来我就帮大家试算 可分配投资收益1.18 那我们就来算未来四季 你有没有机会维持高配息 那我们直接处理是0.295 那资本利的呢 4.76 可是这里面还有包含了这个 未实现的 万一AI机器跌怎么办 对还没实现 还没赚到手内 所以呢帮大家抓一个比例 我觉得这算很合理 假设配发资本利的三成 你就算跌一半好不好 这还有能力配出这三成 好那4.76 乘以0.3 再除以4 因为四季嘛 是0.35 这两个相加呢 就是0.652 所以大家未来就可以用阿克力 今天帮大家试算了 你自己去看 你在这个投资的高股息ETF 加起来的状况是怎么样 好那假设是最乐观的状态 0.65 乘以4嘛 你会未来一年有机会 领到2.6 左右 那以今天收盘价计算呢 年化的鼓励率就12.6% 好那这当然是比较高标的做法 用乐观来估算的 所以我们投资也要比较悲观 对啦 好那我们看上一次你才配0.2 你这次算算了0.65 说未来 好啦那我们就折中一点 0.2加以这一次的0.75 这样算半年嘛 我们换算成等比例一整年乘以2 等于配1.9 那算下来是9.1% 所以其实还是不错 就算再低一点点 殖利率也不会到太差 所以经由这样的试算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它未来除了9月以外 下一次12月跟明年的上半年的配息 理论上是不会太差 当然了这也没有100% 因为你还是要看一下这个AI股 不要跌太多 但是我觉得是还好 因为我刚好算过啦 其实它的现在电脑周边占 它整体的成分股 是已经不到三成了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 好那最后呢就给大家一个资料 我去看了一下 它的成分股里面的平均填息率是91% 算是蛮高的 蛮符合它的这个因子的诉求 那这个除息日是9月18 下礼拜一 那9月15也就是说这个礼拜五 当天买进的人都可以 还是可以参加的 对就是像赵华这种 最后喜欢上车抢天头 不过不用担心啦 赵华加入之后 因为他也要缴一点收益凭准金 所以既有的这个股东投资者 鼓励并不会到 并不会被稀释 留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参考 好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投资人 刚刚你算的那一个 所谓从禁止来配的这些 不管从资本利得 或从他本来的股息收入 应该在今年是相对是 很稳定有保障 明年的话还是要看 明年资本利得 明年股息收入的状况来做决定 对因为投资就是这样 你不能因为今年赚30% 你就以为你未来十年都是巴菲特 每一年还是要持续的去追踪 但是我相信 因为他成分股市选前150大公司 那前150大又选比较会填息的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变化 并不会到太大 等于这个高填息因子 是你觉得很重要的 好 这边非常谢谢总部股长阿格利 所以高股息的产品非常多 也许诉求高填息是更为重要 00918就是把这个当作 很重要的选股因子 不过这边赵华也要提醒大家 不管投资基金或ETF 都是有赚有赔有风险的 申购前要详阅公开说明书 而且要切记哦 不要一直把今年这种高股息的水准 当作是永远的 自己还是要估算一下 今年有很多的资本利的 明年就要看明年的情况了 好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来到现场 现在台股陷入了一些震荡 AI股也倒了一片 但是长线趋势是不看淡的 唯有第四季哦 升息的压力 通膨的压力 我们持续关注下去 最近这段时间 要把风险一次再稍微提高一点点了 那希望今天的台谈秀对你有投资的帮助 我们明天再会咯 拜拜